没错,从上图丰田在国内的扩建表中能看到,丰田确实又要搞事情了,根据丰田在国内的全新计划,在未来的时间里,丰田将投入两款全新的车型,一款就是大中型SUV,大概率就在此前已经揭晓的Grand Highlander也被称之为汉兰达的进化版,而另一款则是MPV车型,根据目前艾尔法的颓势,基本上可以锁定在了廉价系列,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款Noah, 基本上价格会控制在15万左右,所以未来丰田的方向基本上也锁定了MPV和大中型的SUV,今天我们就着重介绍一下丰田的廉价MPVNoah,在日本的小伙伴对于这款车应该是非常熟悉了,一方面尺寸要略小于常规的MPV系列,而且造型也不会给人带来距离感,更重要的是便宜,所以未来这款车量产,15万的售价还是相当的有市场的, 不得不佩服丰田的市场敏锐度,还是看看这款车,造型上看,整部车兼顾了时尚与力量感,稳重于这款车没有太多的关系了,整部车的中网采用了内嵌式的结构,三条粗壮的银色适调组成了中网,简单粗暴,两侧与前包围都形成一种内嵌式结构,非常夸张,就连大灯也都采用了比较大致的三段式的LED光源, 与整个设计理念也正好形成呼应,都说这款车廉价,但是从细节上看,没有任何廉价质感,我们看侧面,双电门就不用多说了,腰线形成了贯穿式的效果,感觉位置更低,前后虽采用了直立式的轮毂,但明显造型上更小更精致一些, 而且从车头上延伸出来的刀锋元素,在侧面上也得到了展现,而且为了提升整部车的时尚性,包括A柱B柱C柱以及车尾都采用了碳黑元素,这样整个车顶就形成了悬浮式的效果,到了尾部,整个风格对于这款车更是一个总结,地柱灯组以及横平竖直的线条,带来了更多年轻质感,相比赛纳而言,这款车要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审美, 同时完全没有赛纳所给我们带来的距离感,内饰上,这款车依旧采用了比较年轻时尚的元素为主,整个中控台的设计,复杂而不凌乱,三叉几式方向盘变得更加圆润,仪表盘只是为常规的机械式设计,而且在它的上方还设计有一组负液晶屏设计,用来显示车内的功能信息,中间则是常规的多媒体系统,在下方则是功能按键区以及忌荡杆布局, 确实没有太多的豪华感,风格上还是以简单朴素为主,座椅方面也是采用了2加2加2的六座设计,其实它的第三排也可荡成三座,再看动力系统,既然主打廉价,那么一套节油的动力系统是必不可少的了, 其部匹配了比较耐用的2.0升自吸发动机,搭载的是低成本的CVT变速箱,而另一套动力系统则是1.8升弱混系统搭配ECVT,爆发要比前面那套动力强一些,油耗也更加节省一些, 这款车何时能上市,目前还并不清楚,但丰田廉价MPV的计划已经实锤了, 所以对于这款车,小编还是非常期待,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,快来关注傲慢的魏小花。